近几年东南亚各国的移工大量在台湾工作 使得各国的润饼也大量盛行 昨日晚上6点半 在西卫旧活动中心 就有一场由澎湖县东南亚妇女关怀协会 举办的家暴讲座 由理事长黄元妹主持 议员苏晨秀瑟也特别到场 与东南亚姐妹一起动手制作一国润饼 议员苏晨秀瑟表示 小时候家中亲民都会包润饼 要吃润饼自己包 吃起来也比较安心 有时候夫妻打到哀哀叫了 听起来就是需要协助的 有时候我们老的观念都是说 现在把人的事情不要插太多 不要管它 那我们就尽量 我们可以现在政府都很方便 打电话 如果很严重打的很严重 就是要打这个什么 脖什么 脖饼 脖饼 越南姐妹表示 越南润饼与台湾润饼最大的不同在于饼皮 越南润饼以米皮包卷 是用稻米磨浆 制成薄薄的一张米皮 米皮原来是一张硬硬的米浆皮 可以在专卖东南亚食品的店铺买到 越南的 越南的外公 外公 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 跟这边的不同 因为我们大部分是生菜的 里面煮了肉跟蟹是煮熟的 米线也是煮熟的 其他全部是生菜的 而且其实我们新民节是没有试这个的 那是平常在试的 是刚好就配合这边的活动 所以跟姐妹分享一下 谢谢 这个是什么 这是春卷皮 用来包这个的皮 跟台湾的不一样 台湾没有这种的 台湾是这种做好的春卷皮 然后我们是吃这种很薄的 晒干的米浆做的 对 所以其实应该是一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这个是煮出来 然后再晒干 这个是台湾是煮出来 然后就直接拿出来包了 要包的时候 蛋一个其实会破 太薄了 所以我们会剪就是 我们大师平常这样子一片 然后再这样子半片 它本来不容易破掉 彭宪县东南亚妇女关怀协会 理事长黄元妹表示 印尼菜的烹调方法 和中国菜有几分类似 多采用天然食材 和香料 很少用腌制 或是干的材料 润饼里的最主要材料 有鸡肉丝 马铃薯丝 胡萝卜丝 和洋葱丝 韩国菜的烹调 口味啊 哦 印尼口味 印尼口味本来是我们是用那个 印尼的那个皮 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是买这边的那个春点皮来 来包 当做那个 但是它那个口味是 我们印尼当地的那个口味 啊我们吃的时候会用那个 我们印尼的那个辣椒酱 辣椒酱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 那里面是有蒜头跟辣椒去搅拌好 然后再去制作那个辣椒酱 然后是等下包吻的时候就用这个是搭配来吃 那个味道一起拌 吃越南润饼最重要的还是酱汁 是以糖 鱼露及柠檬汁或醋调成的酱料 也有的人会加入辣椒 大蒜或水 无论如何 重点在甜 酸与咸味交杂 如果没有这些酱汁 越南润饼就会逊色多了 你改口味啊 都可以 都可以 口味改辣 很辣 我不行哦 不会辣啦 让你去蹦跳啦 啊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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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叫我还照着我 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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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赞 你不是说赞 要不要辣啊 吓我吓你咬 汇中病友家暴宣导 另外议员苏全秀瑟正好昨日生日 也与汇姐妹一同三四月亲生会 大伙高唱生日歌快乐亲生 记者王海荣报道